西子灣站距離西子灣長達1.2公里 市議會站出來找不到市議會 車站招牌還特別刮糊了一個舊紙 然而這些奇怪的站名 卻只是高雄捷運的冰山一角 難道都不怕讓乘客混亂嗎? 對外地遊客來說 最困擾的可能就是局限終點的西子灣站 乘客如果以為一出捷運站 就可以看到陽光、沙灘、比基尼 或者是名列高雄八景的西子西兆的話 大概會非常的失望 因為西子灣站四周只有滿滿的防射 以及停著一些火車的草皮而已 而真正的西子灣遠在1.2公里外 要再轉搭半小時一般的公車才能到 把時間往回拉到1980年代 當時在規劃高雄捷運路往時 確實有過在西子灣一旁的中山大學內 設置車站的計劃 不過卻遭到反對 因此決定把車站設在哨船頭山的另外一側 然而這個區域是在日本時代為了興建高雄港 利用淤泥天海之後才出現的新生地 發現有地質上的問題難以興建車站 只能再把車站位置往東遷移500公尺 來到現在淋海一路跟淋海二路的路口 也就是台鐵高雄港站的一旁 雖然車站位置經過兩次的變更 但最後在2008年高雄捷運紅局兩線通車之後 還是決定以西子灣作為車站名稱 然而這個地方 過去因為有著臨近海岸線的鐵路 日語稱之為兵線 發音為哈馬線 居民便轉化為哈馬星的地名 使得2017年環撞輕軌通吃到這個路段時 捨棄了距離較遠的西子灣 而以在地的哈馬星作為車站名稱 然而這也造成了互為轉乘站的捷運跟輕軌 車站名稱不一致的現象 比起那個遠在1.2公里外的西子灣來說 使用不同名稱的轉乘站 或許對乘客還是更大的困擾 至於對高雄本地人來說 要去市議會卻不能在捷運市議會站下車 可能是個更大的問題 雖然在高雄捷運通車時 高雄市議會確實就在市議會站的1號出口外面 然而隨著2010年底五都升格 高雄縣市合併 2011年初高雄市議會就搬遷到 位在鳳山的原高雄縣議會大樓 不過高雄捷運卻堅持不更改市議會站的名稱 只在各個指標上面加住就職兩個字 產生車站本體跟站名來源的距離 長達5.5公里的現象 更讓人摸不著頭緒的是 高雄捷運甚至把位在新高雄市議會旁邊的鳳山西站 又加住了高雄市議會五個字 使得一條局限上面 同時有著市議會就職跟鳳山西站高雄市議會 這兩個以同樣地標為名稱的車站 1990年代以後出生的朋友 應該不會對曾經出現在歷史課本上的 男子加工出口區太過陌生 跟前面兩個案例不一樣的地方是 男子加工區站確實就在男子加工出口區的大門旁邊 而且也沒有搬遷的問題 然而隨著產業轉型 這個曾經為台灣經濟發展帶來不小貢獻的園區 在2021年配合政策的調整 正式走下歷史舞台 更名為男子科技產業園區 雖然車站的命運來源已經消失在地圖上 但是卻也有聲音認為 男子加工區站的名字還是可以維持 甚至能夠彰顯男子加工出口區對台灣歷史的貢獻 同樣是以地標作為車站名稱的積極館站 命名的來源是北側的中正積極館 曾經舉辦過多場積極跟室內球類的運動賽事 然而場館從1986年啟用 陸續有老化跟閒置的問題 因此在2022年配合高雄市打造國民運動中心的政策 中正積極館進行整修 並以林亞運動中心等名稱付出 然而場館的整修跟名 使得外頭的積極館站變成名不符實的捷運站 面對這樣的爭議 高雄捷運則表示要改佔名的話 為了節省公帑 應該要連同其他車站一起改 有鑑於這些長年來的佔名問題 終於在2023年9月 高雄市政府決定配合環狀輕軌全線通車 全面檢討捷運跟輕軌整體入網的站名 到了11月 正式宣布將會更改5個營運中的車站站名 包含到前面提到的4個 西子萬站將會更名為哈馬新站 赤翼會站更改為前金站 男子加工區站更改為男子科技園區站 而非跟旁邊園區同名的男子產業科技園區 積極管站則同樣沒有跟建築採用同名稱 而是改為林亞運動園區站 當中除了西子萬站 本來就是地名錯置之外 其餘三個都是命名來源的地標 遷移或更名 導致捷運站名也必須配合更改的狀況 也代表著用地標來為捷運站命名可能出現的問題 但是即便有了這些前車之鑑 第五個將會更改的車站名稱 卻是由地名改為地標 這個被更改的站名是目前紅線最北端的南岡山站 要改成岡山高一站 命名來源是車站的外頭 還在興建尚未開始營運的高雄醫學大學 附設高一岡山醫院 只不過隨著環狀輕軌即將在2022年 2022年1月全線通車 五個要改名的車站卻沒有要配合更動 然而比較詭異的是 輕軌新通車路段的站名牌上 西子灣跟市議會兩站卻已經先改成了哈馬星跟錢金 面對這種不同步的狀況 高雄市政府則回應改名作業還需要一段時間 要等到2024年6月 紅線北延到岡山車站之後 才會一併完成正式的更名 但是除了這幾個車站之外 也有些人指出接下來的幾個站名也同樣具有正義 生態園區站的名字來自於附近的園生植物園 雖然說沒有太大的名副服飾問題 但是園生植物園距離生態園區站已經來到560公尺遠 雖然依照鐵道局的新建大眾捷運系統 捷運車站名稱訂定作業要點規定 命名來源不能超過車站500公尺的距離 但是這個規定僅適用在鐵道局新建的捷運路線 而高雄市也沒有相關的明確自治條例規範 所以站名應該會繼續維持 作為紅線跟環狀輕軌的轉秤站 卻出現站名不一致的狀況 由於紅線在2008年通車時 僅有在這邊跟凱旋路交會 很自然的就直接把車站命名為凱旋 但是等到環狀輕軌定案新建時 路線走遍了凱旋234路 車站不可能只取凱旋兩個字 因此改用一旁的自行車跨越路橋前陣之星作為站名 而在局限的西子灣站 確定改成跟環狀輕軌一樣的哈馬星站之後 也有不少聲音認為凱旋站應該更名 紅線另一頭跟環狀輕軌的轉秤站 同樣有著站名不一致的問題 不過狀況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奧茲蒂是在地的舊地名 愛河之星則是在2007年整治愛河之後 才新出現的人造景點 然而跟兩座車站的距離 已經來到400公尺 因此反倒是比較多的意見 認為是輕軌站要配合更改成凱旨底站 橋頭火車站捷運站體 緊鄰著台鐵的橋頭站 之所以會被列爭議站名 來自於命名方式的不一致 同樣在紅線上 跟台鐵高雄站共構的 被命名為高雄車站 即將在2024年6月通車 可以跟台鐵鋼山站轉乘的 被命名為鋼山車站 但是到了橋頭 卻又使用不一樣的邏輯 在站名上多了一個火字 最後要來到的是 紅線跟局線轉乘站的美麗島站 1979年 由黨外人士主辦的美麗島雜誌社 在高雄舉行 慶祝世界人權日31週年的遊行 由於當時還沒解嚴 政府命令警察、保警、憲兵全面動員 後來在中山中正路口 跟遊行群眾爆發嚴重衝突 演變為正經國內外的美麗島事件 而中山中正路口 也就是現在的美麗島站的位置 因此不少聲音認為 這實質上屬於政治命名 不過高雄市政府則表示 當時配合捷運的興建 以及為了籌辦世界運動會 要將整條中山跟博愛的南北幹道 塑造出門戶的形象 讓國內外旅客感受高雄的 海洋首都陽光、熱情及花香氛圍 在這個構想之下 鄰近小港機場的中山三四路 定位為迎賓大道 中山一二路定位為美麗島大道 博愛路則定位為世運大道 也因此美麗島站的英文為 Formosa Boulevard 中文站名則省略大道兩個字 只不過後來 該把世運主場館前的 中海路更名為世運大道 中山跟博愛兩條路 反而沒有更名 美麗島大道的計畫 也在世運結束之後 跟著不了了之 除了這幾座車站 你覺得高雄捷運 還有哪些站民也有爭議呢? 歡迎在留言區分享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